我是勞工博物館的志工 姓陳 陳明光 今天是5月7號在勞工博物館這邊有一個活動 還有5月21號 兩次 當然5月是勞動節 所以5月1號是勞動節 會在5月這邊辦這個活動 還有一個就是5月18號是國際勞工博物館日 所以勞工博物館是屬於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的一個勞工訓練中心 教育中心這樣子 那麼今天有這個闖關的遊戲 藉著這個給力 給這個勞工給個力量 Power 那我在這裡就先介紹一下我們的攤車 攤車呢 是從這個高雄市開始 那麼高雄市呢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是屬於叫做打狗廳 打狗廳 那麼打狗廳呢 這個範圍只是管轄到這個齊金跟古山這一代 那麼到了這個二戰呢 這個結束呢 然後日本就回到日本去 那國民政府來接收這個台灣呢 把這個高雄市呢 高雄市呢 屬於這個省霞市 省霞市 因為台灣省嘛 台灣省 有個省長 那麼這個省霞市之後呢 這個又把它改製成這個直轄市 直屬於中央 也就是說動省啊 就是沒有這個省長的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這個 後來呢 又把這個高雄市呢 這個升級為這個高雄都啊 就是高雄市的一個發展 來我們過來這邊 那麼高雄呢 高雄市呢 這個有很多的這個產業 產業 那麼當然呢 這個日據時代的時候 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日本農業 這個台灣工業 日本工業台灣農業 所以呢 那時候就有蔗糖 有蔗糖有鳳梨罐頭 這個農業 後來呢 這個日 二次大戰呢 這個 日本呢 把這個 台灣這個 高雄這邊 當作一個南進的一個基地 所以呢 把一些工業呢 引進高雄 引進高雄 當然有水泥 水泥業 這個鋼鐵業 鋼鐵業 鋼鐵的 好 那麼 日 在這個二戰結束之後呢 因為高雄港的船呢 這個很多都炸 炸 被炸成了 所以 這個 要打撈高雄港的這些沉船呢 因此呢 這個高雄又成了一個 有了這個拆船的這個工業 拆船工業 好 好 那麼當然呢 高雄這邊早期也有這個賽岩的 賽岩的這個產業 賽岩的產業 那後來有交工區 電子交工區 好 有這個電子加工 好 那麼這是高雄的一些產業 產業 好來 那這邊再講的就是 勞工 勞工呢 他的一些 一些裝扮 一些像鞋子 這個安全鞋 安全鞋 還有呢 就是手套 就是手套 還有就是這個 他們的這個 安全帽 安全帽 好 好 這邊呢 有一個語音 語音呢 介紹不同的 勞工呢 他們的一個 一個 一個 新生 新生 用這個 用這個語音 來介紹 所以掃描 就可以聽到 這個 不同產業的一個 新生 好 這邊呢 也是 這個 這個 勞工的一些 這個帽子 帽子 那麼用這個 掃描 掃描這個 可以 自己呢 可以從你的手機 來客穿一下 會戴什麼帽子 安全帽啦 還是這個 這個女工的帽子 或者是碼頭工人的這個帽子 這樣子 這是講比較現代的 然後就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 會走向這個 導演 然後這個 影視的這個行業 好 那這裡呢 這裡的服裝 也可以講是代表這個 高雄市這個 勞工的 一些制服 然後 制服 所以呢 像這個 這個鋼鐵業 這個 長袖的 溫度又高 所以呢 這個 這個 勞工呢 他們的制服 是這個 這個樣子 那 碼頭工人呢 他們呢 只穿一個短袖 只穿一個 這個小短褲 那麼 上衣是打赤膊的 打赤膊的 因為很熱嘛 很熱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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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 遊客呢 來這邊參觀的遊客可以穿這個 制服 他可以體驗 可以體驗 體驗 可以體驗 然後呢 在這個有一個背景的 布幕呢 拍個 流影 拍照一下 這樣子 當然 我們這裡會有幾個不同的背景 有 有這個碼頭的背景 有這個 這是加工區的 加工區的 也有這個打鐵業的 這樣子 所以呢 看他是穿什麼制服呢 我們可以更換不同的這個場景 來讓他拍照 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這個 攤車的一個介紹 加工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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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解 這起船難事件 造成25名女工不盡離難 整25名罹難者 都是旗津中州地區的年輕未婚女性 其中最小的才13歲 本來以為旗津離簽證不延很快就到了 想不到船剛剛死離港口 就發生了如此令到震驚的態勢 事情經過三年多 讓起我那些姐妹 我心裡還是很難過 覺得不捨 那次的翻船死了二十幾個女婚 那天我休假 才逃過一劫 船家每天都超讚 大家都知道很危險 為了生活 沒辦法想到那麼多 我的幾個最要好最要好的經驗 就這樣美麗了 李主姐 別再疲惡了 這種事情 不會再生了 李主姐 不要再難過了 秦蘭都是你啊 我怎麼跟第一天新來的講這麼多 秦蘭工作的事情 你再仔細的考慮看看 嗯 出來了嘛 真的很需要我自己的情緒 我想是還是會繼續打不來 不過我想要申請補校 白天工作 晚上讀書 我相信我可以走自己的路 嗯 加油 我們一起為生活打拚 走 一起吃飯去 謝謝 李主浩 一拍定 嘴跟一拍 他相逢 看路更浪 全軍走 彎腰保重 期待他 立刻再相逢 共舞白首 他相逢 看路更浪 全軍走彎腰保重 期待他 立刻再相逢 我期待他 立刻再相逢 共舞白首 他 立刻再相逢 我期待他 拿著微博的工資 無眠無力 飛撒他們的青春默默地付出 他們用他們的汗水與淚水 為台灣帶來經濟奇蹟 讓我們再次回顧他們青春燦爛的容顏 與美麗的身影 正理英雄真正的台灣之光 演員請出列 我們都是老伙的志工 掛起碧瑞彤麟 大家好 我是碧珊 大家好 我是金燦 大家好 我是碧珠 大家好 我是碧珊 還有我們幕後的工作品 謝謝觀賞 請願請就聖位 我父親給你很感動 是啊 那個時代的年輕女孩 真正讓人很感興 為了家庭來付出 犧牲了自己的青春 真的是好偉大喔 怎麼這樣啊 你告訴什麼要用當年的這些姐姐們說呢 當然有啊 但是應該沒有機會了吧 誰說沒機會 是嗎 我們有為大家準備明信片 會把你們的感想寫在這個明信片上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讓我們一起來感念這些 年輕女孩 來不及編織的青春年華 我們請編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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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顏值筆有沒有 顏值筆 1960年 女性撐起我們台灣經濟的半邊天 生產線上一筆一筆的訂單 就好像一批一批的腳踏車 進出加工出口期的景象 是他們撐起了我們台灣經濟背後的推手 他們的付出不容被遺忘 然後他們的青春呢 也就在上班加班之中 流失在時間的長河裡面 在1970年代 由於教育的普及 以及女性自主意識的抬頭 本來默默承受不公平等大義跟制度 這些女孩 跨被動為主動 勇敢的提出自己的意見 為自己的權利 爭取自己的權利 但是在爭取他們的權利的時候 也會擔心太胖 受到公司的壓迫 在1990年代 隨著這個 欸 我簡單的介紹 在1970年代 那時候 隨著我們台灣經濟的混沌發展 高雄呢 也成為我們台灣的經濟圖裝 那隨著經濟的發展 也伴隨著工商事件的頻傳 比如說1972年 加工區 山路里區 種族事件 以及剛才我們紀中所表演的 1973年 高中六號 沈船事件 這些呢 都突顯出我們的加工區理工 用他們生命的勞動 用他們的青春跟寫看的付出 為我們台灣呢 帶來了經濟的奇蹟 那個1990年代 1990年代 女性的意思漸漸抬頭 女性爭取他們的權力 化被動 化被動 為主動 但是在爭取他們的權力的時候 也會擔心害怕受到公司的破壞 那21世紀是擬立結起的世紀 由於你 女性勞動力的持續的投入市場 又配我們政府呢 推出很多理性 保護理性的權利 以及友善的職場環境 比如說推出各種的議員 議員政策 還有這個友善的職場環境 更推出這個女性呢 就業的貸款 這些呢 都是促使我們的理性 不斷的投入市場的因素之一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蹟 辛苦你們 謝謝 謝謝 妹妹不好了 太好了 要不然妹妹練 可以嗎 妹妹練 妹妹練 來來來來 妹妹練 妹妹 妹妹你練 大聲念 謝謝你們 I love you 謝謝你們 好 謝謝 來我錄一下 謝謝 這個妹妹寫的 謝謝你們 I love you 寫 太棒了 那就讓我們V1 將各位寫的明信片 然後透過這個時光的隧道 就獻給當年這些姐姐們 來 休息一下 來 現在好了 就交給我們 好 那現在呢 有我們的 會穿 會穿進去 好 那我可以嗎 好 來準備 看我這邊要來 1 2 3 再一張 來大家葉好不好 葉一下 好 再一個 讚喔 讚 2 2 3 好可以 有沒有看 這邊嗎 我錄錄影 錄錄錄影 來來來 你們有沒有看 彈一下 樓闆站不站 站 樓鬥劇場站不站 站站 好 OK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這次的那個三樓的其中一個關卡叫做重人的力量 那這次的主要發想的原因呢是因為希望透過藝術創作然後讓大家透過話題來抒發自己的心中的想要說的話 然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其實有一些勞動者們他們已經留下了他們的筆跡然後從這邊呢你可以看出說大家其實想法都非常不一樣 那今天呢其實也有民眾特別跟我們說說欸為什麼是辦在母親節前戲來辦這個活動 那我們的這個藝術家老師也有特別提到說其實母親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勞動者 他雖然說他可能有時候沒有他可能在家裡但他其實在家裡從事非常多的勞務 所以他其實也應該是我們勞動節需要去特別的去感念的一個對象這樣子 在家裡的造型上很誇張 那是大學的觀察 這就是一個人的資料 也很明顯的事情 所以一個人都不在吃東西 那是這樣的負責的 popular 神秘的 我 神秘的 你玩 你玩玩啊 玩玩啊 耍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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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用手啊 不要用手啊 你妹弟画什么知道吗 我 metres 你画什么 画画 画画 你畫畫 妹妹,你畫什麼? 你畫在畫什麼? 就畫 弟弟,你在畫什麼? 畫龍頂巾,畫條龍 我不是 你在那邊點點點 你畫紫色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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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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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要幫忙拿著 OK